哈士奇之所以被称作二哈 只有因为 他们那异于常人的思想 其实或许他们是很聪明的 只是都把聪明用在了奇怪的地方 那最好我是狗哥 欢迎回到狗狗频道 影片开始之前 请帮助我们订阅成长 谢谢你们 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惊悚 却有无奈的狗狗故事 一名中国的网友就在日前 在网上发表了一个 看起来有些惊悚 但却又让人超级傻眼的画面 当时网友正在外出 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当他快走到家门时 他却发现自家的屋顶 出现了一只熟悉的身影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这只哈士奇就这样 站在屋顶上 当他看到主人的时候 虽然有摇尾巴迎接 但是他的脸却让人感到 莫名的严肃 主人表示 自己当时也是被吓坏了 到底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自己也是真的没有忘记放饭啊 猜想哈士奇 应该是太无聊了 才会从阁楼的安全门 偷偷溜出去的吧 也幸好自己回家的早 哈士奇也是安全的回到屋内了 虽然惊悚啊 但幸好结局是好的啦 只能说哈士奇的思想 或许真的不是 我们能够轻易的理解的呢 那么我是狗哥 我们明天见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